大家好,这集视频示范在WhatsApp如何不让别人知道你已读不回。 首先打开WhatsApp,如果开启了已读回职,一旦对方读了你的信息,你就会看到两个蓝色勾勾。 接下来,我会示范如何禁用已读回职。 点击右上方的三个点,选择设置,选择账号,选择隐私。 你会看到,已读回职选项已经启用,点击并禁用它。 这样就成功禁用了已读回职了。 如果你禁用了已读回职,对方看不到你是否已读取信息,同时你也看不到对方是否有读取你发送的信息。 当你发送信息给别人的时候,如果对方打开WhatsApp收到你的信息,这里会显示两个灰色勾勾。 灰色勾勾,就代表信息已成功抵达对方手机。 你也可以紧按着信息,然后点击右上方三个点,选择详情。 这里就可以看到这条信息的读取或送达时间了。 OK,方法就是这么简单,希望这个视频可以帮到你们。 喜欢这类型视频记得订阅给赞哦,谢谢你。